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政新闻 南投县佛教会 今天在国庆乡、琉璃山、东方禁院 举办终身学习 继岁末年终为卢享宴 共有来自全县各寺院200多位出家师傅参与 县长林明泽在县府民政处长吴燕林的陪同之下前往致意 并鼓励大家多了解政府长期照护2.0的政策 善用长照资源 共同促进高龄深重的健康与照护 县长林明珍今天一早 在明珍处长吴燕林的陪同下 来到国庆乡、琉璃山、东方禁院 参加由南投县佛教法会 处举办的税末法制饗宴 而参加此次聚会的 来自全县各寺院 越南百多位出家师傅 林县长就此时 特别肯定南投县佛教会长期以来 对出家深重们全力的维护以及关怀 尤其南投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 出家师傅们也逐渐老化 确实有必要了解政府的长照政策 申请更多资源投入 同时希望透过研习 让师傅们在修行的同时 也能够照顾身体健康 今天我们国性乡 玻璃山东方庆宴 我们四几间法师会长 也是我们佛教会的会长 四几间会长 他为了关心我们宗教界的各位师傅 因为师傅他们年纪也会成长 所以今天我们要师傅邀请所有的 我们的师傅来这边听听 这个2.0 这个长照2.0 来给我们所有的师傅了解 让他将来我们年纪大了 老了 如果2.0能够照顾所有的师傅 像这样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福利 让所有师傅了解之后 我们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我们可以向政府来申请 来用2.0来照顾我们所有的师傅 我想这个了解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四几间会长 他这么的用心 让我们举办这个讲习的课程 是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县长特地来为我们所有的师傅鼓励 佛教会理事长 体证法师则指出 今年除了一系列健康促进课程 与佛法讲座之外 特别邀请到县府卫生局课长 主讲南投县长照2.0政策 让各式院法师们都能够深入了解 让住家僧侣也能够在地老化 在地安养 如果有姻缘 可以来组合这一项事情 我希望我就会分会 出家人用一个地方 在家人用一个地方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两棟大楼 在家人和出家人大家分开 来做一个日照长照都好 只要可以帮忙就说我们下一代 因为我们现在顶客族很多 不然就要结婚不想生孩子 不然就是这个少子化 种种的问题都以我们这个台湾 来自到全世界都是这样 所以说外国世界各国去公共 20多个国家几乎都是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才一直促成 我一直想要把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但是要做好的前提 就是说要让这些出家人了解 要南大館是一个很大的館期 然后出家人最多的地方 我想说在这个地方 我如果能够办得到的话 我希望说 拋砖引力 各界大家都来支持 我们这个深切 乃至到熟家的在家人 都能够在这个定点上 来共同的努力 明证书表示 南都县是全国老龄人口 第三多的地方 而出家师傅 年龄超过65岁者 占所有出家种的二分之一以上 可见县内出家深重 对于安养方面的需求 比社会上科阶层的长辈 更为迫切 这次邀请到包括卫生局 四老鼠等单位 针对长照2.0政策提出说明 相信对所有出家师傅 有相当大的帮助